嗨 大家我是奈普頓 歡迎回到台灣以哭 今天這一集要給大家帶來的是 沒錯今年又來到了放置螞蟻陷阱的時間 現在大概是7月 現在大概是7月初 比去年跟前年還要再晚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可能是去年跟前年 我放置的時間比較早一點 所以我就想說 那今年往後推遲一點 到7月初的現在 我們再來白白看這個螞蟻陷阱 看看這些螞蟻究竟會不會 在這個昆蟲活躍的這段期間 也爬進我放置的這些螞蟻陷阱 那我當然是有參考一些 在社團裡面剖出來的影片或是照片 再來構思我這次要放置的陷阱 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這次要放置的陷阱 已經都準備好了 就是 這些蟻巢 哇 這個是我使用過的舊蟻巢 這個舊蟻巢的話是螞蟻帝國的 那這裡面可以看到 裡面已經有一些黑斑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螞蟻 應該都還蠻喜歡裡面的環境 因為這個蟻巢是非常保濕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在這個蟻巢裡面 加一點濕度 那旁邊的這個是竹節槽 那我去年也有放置竹節槽啦 但是我去年放置的位置 比較容易曬到太陽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個竹節槽 有曬到一些太陽 導致這個蟻巢裡面的 這個溫度跟濕度都飆高 所以讓螞蟻覺得裡面不是很舒適 那我今年等一下放置的位置 也會再稍作調整 希望這次可以順利的抓到螞蟻 那可以看到這個竹節槽的 下面這邊有一些沙子 這個沙子就是讓蟻巢的內部比較保濕 那它下面還有做了一個底 那這個底就會慢慢的傳濕氣 那到最前面這邊就會是比較乾的部分 從最濕到最乾的環境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肯定螞蟻會喜歡的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旁邊的這個飾管槽 這個飾管槽的話 我應該就不用多說了 這個是我們養螞蟻的人 最常使用的一種蟻巢 那在培育心後啊 或者是養一些比較需要濕度的螞蟻 都會用到的 所以這個飾管 想必螞蟻一定也會非常喜歡的 那我這次有準備了三種不同的size 有15AM 16AM跟18AM的 所以這次應該是都非常有機會啦 OK 好 那我們先來幫這個蟻巢 還有竹節巢加一點水分吧 好了 那先幫這個螞蟻帝國的蟻巢加一點水 那再來是旁邊的這個竹節巢 OK 好了 那這個蟻巢跟這兩個竹節巢都已經加好水了 所以我想這裡面的環境肯定是沒問題的 那去年跟前年的影片當中 有幾個觀眾有問到 就是說如果把這個蟻巢裡面放一點食物的話 會不會比較容易吸引到螞蟻 那我覺得裡面放甜食好像有點怪異 就是會讓裡面甜甜黏黏的 所以我決定要來把裡面放蟑螂 就是野外的螞蟻最愛吃的昆蟲 那我這邊準備了三隻 就是讓這幾種有點差異吧 那就看看這幾款有放蟑螂的螞蟻究竟會不會特別愛呢 好 那我們把這兩個竹節巢 其中一個放蟑螂 那我這邊抓了三隻喔 有一隻比較大的 那我這隻比較大的就把它放到這裡面 那我這個蟑螂已經有先捏過了 那就是讓蟑螂在這個竹節巢裡面不要亂跑 等一下如果跑出去就糟糕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蟑螂在這邊 哎呀 好噁心喔 你看我把它放進來 它已經不能動了 OK 完全不會動 所以不用擔心它會跑出來 如果有螞蟻發現它就可以走進來 不知道他們看到這裡面的環境 如果覺得有吃的然後住起來很舒服的話 會不會就一直搬進去喔 我們來試試看 那等一下我先用衛生紙把這個洞口堵起來 不怕在過程中掉出來 那等一下有衛生紙的 我一拿出來就知道 哇 這裡面是有蟑螂的 那另外的話我也在這個試管 一根大的一根小的裡面放一個蟑螂好了 那這個比較粗的試管 把蟑螂給放進去 OK 就長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根比較細的 做一點改變嘛 這樣 OK 這樣子就裝好了 兩根試管 一個竹節草裡面有蟑螂 那我已經非常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放置這些螞蟻陷阱了 那今天要去的這個地方 是我之前從來沒有公開過的 我上禮拜去了一次而已 我上禮拜去這個步道 幾乎沒有看到什麼人 應該說完全沒有任何人跟我們擦肩而過 所以我想這個步道的生態 絕對是非常原始的 那我上禮拜在這個步道走的時候 也看到非常多的螞蟻 尤其是多樣寡家也看到非常多草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設置好的這些螞蟻陷阱 一定是相當有機會的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把這些影槽整理一下 就馬上出發吧 Let's go 好 我們已經到了 可以看到我現在身後的這一片 非常非常原始 然後後面這條路也沒有什麼車 也沒有什麼人 我剛到的時候已經有先觀察一下 這邊所有的螞蟻跟旁邊所有的生物 那已經有看到好幾種的螞蟻 尤其是長角傑蟻 長角傑蟻真的是超級多 然後也很猖獗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往更深的地方走 長角傑蟻的數量就會比較少 然後多樣寡家蟻的數量就會變得更多 那剛剛在看的過程中 也有看到長角傑蟻 長角傑蟻真的是長得超級漂亮的 也有看到白蟻跟極蒂蟻 這些物種也都是相當漂亮 那拍起來的感覺應該也都是非常好看 好那我們馬上就出發去比較深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這些比較深的地方有沒有 是非常適合放這些螞蟻現隱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把這個土挖開一些 然後埋住這個室管喔 至少讓裡面的這個環境溫度是比較穩定的 那濕度也會很穩定 剛剛有查了一下天氣喔 過兩三天是會有一個颱風侵襲南部啦 但是我在北部的地區不確定會不會影響到 應該還是會有一些外圍環流影響到 那可能會下雨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還好 因為我們如果要用土蓋住的話 至少裡面的濕度是穩定的 然後在室館裡面住 對馬來說應該是相當舒服的吧 好那我們就話說說趕快出發囉 哇真的超美的喔 我們來放螞蟻陷阱順便帶我們出來玩 那我這邊之前有先探查過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適合放螞蟻陷阱 就是這一片 這片土裡面 這片土裡面看起來是有多樣寡家儀的 我在上禮拜的時候已經有先探查過了 所以這裡面應該是很適合放一根啦 因為只要把土挖開一些再埋回去 這根試管就放好了 OK 那我們先在這邊稍微操作一下 歐帽不要尿尿 歐帽來 不要尿啊 不要尿我的螞蟻陷阱的地方 謝謝你謝謝你 OK 好那我們就在這邊挖一個洞 然後把試管塞進去 至少讓這個溫度是比較穩定的 不會太熱 好我忘記戴手套了 沒關係我們就用一個塑膠袋套住手 好我們這次塞一個18AM的試管 這樣子然後再把土埋回去 這裡就突出一根試管 這樣子看起來螞蟻住進去 可能會蠻喜歡的喔 感覺上 好那我們先把土埋一下 OK 哇埋好了 這看起來超猛的啊 可以吧對不對 螞蟻從這邊 慢慢的爬進去 然後就注意到 哇 這裡面不會風吹日曬雨淋啊 應該很舒服才對 跟你講 第一根試管 看起來就非常有可能 那我們也在這邊先做一個記號 我們斷帶已經準備好了 我老婆幫我準備了 超級貼心 先額熱一下 我們轉來這裡就好了 不知道我們看過鹿角男孩的影集喔 也要綁過這個的 感覺就是被做記號 那個地方就會被攻打 但是這裡不是啦 我只是要做記號而已 OK 那我們第一個設置好了 往下一個地點放第二根吧 GOGO 好的 那大概走了兩三百公尺之後 我在地上好像看到了一種 咒加以鼠的螞蟻 然後旁邊還有一種 加以鼠的感覺很特別 那我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也挖一下土喔 挖出一個適合放飾管的長度 然後把飾管塞進去 OK 那這次要放置的是這個 沒有蟑螂的小根的飾管 OK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放進去 好 然後把土塞回去 如果這幾天有下雨的話 那也剛好 就這個土再加一點水有沒有 它會變得比較硬一點 這根飾管 就比較不會被太陽給曬到 那旁邊有很多加以鼠的螞蟻喔 所以希望這些加以鼠的螞蟻可以爬進去 然後發現 這個地方好舒服喔 然後大家都全部搬進來 哈哈 這是我自己預想的劇本啊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特寫 超帥的 這樣子看不出來有飾管對不對 那我拉近一點看 欸 飾管就在這邊 哇 對買來說 好舒服的地方就在這 對不對 完全沒有日曬雨淋啊 裡面的濕度非常穩定 然後我也用了一點斜度喔 這個斜度的用意就是說 如果有下雨的話 這個水完全不會流進去 所以不會裡面有水啊 有土啊全部混合在一起 那會是一個非常非常穩定的一個狀態 希望這一波也會抓到 那我們今天已經放了兩根了 我一樣綁一個斷帶上去 這個斷帶就綁這個上面 好 後面還有很長一段路 我們接著找 GO 手機 好了 大概要經過了三四百公尺 我們在這邊看到了多樣寡家儀的行軍 應該是多樣寡家儀啦 然後我們就沿著它的行軍一路 找到快要靠近它的槽的地方 所以我決定在這邊也先擺一個 有食物的竹節槽 那這邊有塞了一個蟑螂 這樣塞一個蟑螂應該是OK的 他們現在已經感受到我在挖了 所以全部衝過來關心我 不對應該是衝過來想要咬我 這樣子放 然後再把一些塗給 塞上去 旁邊都是那個 多樣寡家儀的行軍 所以我剛剛把這邊鋪了 這裡 就是這根四寡 沒那麼弱吧 這個藤蔓 我們就把它藤蔓上來 Alright 第四根完成 哇這一區的蚊子超級多 比剛剛那裡還多 超癢的 可是都不能抓 那我們繼續前往下個地方放第五隻 Alright 哇 還沒有走幾步路又看到了 非常龐大的多樣寡家儀的椅槽 多樣寡家儀的椅槽 其實跟紅火椅看起來有點類似 就是它有點小土丘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種小土丘的話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先看一下裡面的工椅跑出來的樣子 是長什麼樣子 如果是特別深紅色的話 那就要注意囉 這可能就是紅火椅了 OK 那我現在就會在這很多沙子的地方 放一個有蟑螂的18m4管 等一下就直接插入那個沙子裡面 不確定會不會很多多樣寡家也衝出來喔 不過我們等一下就試試看 然後這隻蟑螂應該是他們現在非常需要吃的 因為這個季節很溫暖嘛 那對這些螞蟻來說 都是可以產出很多卵的 所以他們一定也是需要很多的蛋白質 所以這個蛋白質的食物在裡面 想必他們一定會看進來的 OK 好 那我現在先爬上去好了 因為這個爬上去比較好放 小心喔 小心 那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的土 旁邊還有很多長角結蟻 那這邊下面可以看到超多的 那個多樣寡家蟻 他們正在搬食物跟卵還有幼蟲 那這邊旁邊的沙子都是很鬆散的 因為我看到這邊有一排多樣寡家蟻 所以想必塞在這裡 他們一定會先探索到啦 不會讓長角結蟻先吃到 OK好 塞進去囉 喔 這樣子塞進去 哇 可以看到旁邊有很多多樣寡家蟻的工藝 有沒有 已經有一隻多樣寡家蟻的工藝 衝進去了 大家等一下一定會發現 這裡面有好吃的食物啊 超多多樣寡家蟻的工藝 有沒有看到 他們現在都衝進去探索了 所以這一波感覺很有希望 那我們再把這個洞口再稍微鋪緊一點 這樣子比較隱密 那至少這些工藝知道就好 感覺很有機會 因為聽說 有遺有用這個 治管蟻巢抓到多樣寡家蟻 所以我覺得 應該很有機會吧 哇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探索了 然後有超多隻工藝在旁邊 哇 感覺不錯 好 那我先下來喔 OK 哇 哇 人都30歲了還是可以這麼伸手腳尖 OK啦 好 老婆走 下一個地方 老婆走 下一個地方 走著走著 眼睛一瞥 哇 看到了一種 戲二針蟻 應該是大家常見到的那種 集體戲二針蟻吧 然後集體戲二針蟻 跑著跑著 旁邊還有一種很小的針蟻 所以我覺得 這裡應該很有機會 可以抓到一些針蟻類的螞蟻 然後我也剛好看到地上有一個洞 那我就決定 可以把這15AM的釋管 直接塞進那個洞裡面 我們直接來塞塞看 這裡有個洞 這裡有個洞 塞進去 可以了可以塞進去了 再推一下 旁邊還有一個比較鬆軟的地方 哇 就塞進去了 然後我再用一些土把它蓋起來 哇 再把它壓一壓 哇 這樣子就很完美了有沒有 這樣就很完美了 OK 好 那第六個完成了 我們接著來第七個 走著走著 在這片山壁上面看到超級多的長角結蟻 所以我又動了一個念頭 就是想說 如果在這個長角結蟻 藏出沒的地方 也放一個釋管椅槽 看看究竟能不能打破去年的那個貢固的紀錄 至少要可以抓到長角結蟻 好 那我們就在這一片 這一片上面有超級多長角結蟻的 那這個應該是他們的蟻巢 好他們從這裡面清巢而出 那我自己有觀察到 長角結蟻長居住的地方 應該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那這窩比較特別 這窩是比較天然的 就是在石頭的洞裡面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地方感覺上是比較好放釋管的 所以我就等一下在這邊挖一個洞 然後把它塞進去吧 這裡有一個剛好有一個洞 但是好像他們從這裡面竄出來 我不確定這樣插進去 對他們來講 會不會OK啊 好像不夠深 只能插到這樣 只能插到這樣 不行啊 這樣不行 那我們就把它拔出來 再找另外一個地方 看能不能塞得比較好一點 好這樣塞起來蠻緊的 那我們就用一些土把它蓋起來 OK 所以就在這邊這一根 然後剛剛塞了一些土去哪裡 希望之後不要崩掉 那希望這一窩可以抓到長角結蟻 這邊剛好有一根樹根 就直接拔在旁邊 好第七個完成了 我們還有三個 Let's go 那我剛才在這後面看到了 一大群的多樣寡家椅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把這個椅槽放進去的話 應該是蠻有機會的喔 這個是螞蟻帝國的椅槽 舊椅槽 然後我們把這個洞口給打開 畫一個洞 然後把這個椅槽給放下去吧 好 就這裡了 等一下 這樣 然後再用土把它蓋起來 旁邊已經非常多非常多螞蟻了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家 多樣寡家椅 你的新家在這啊 我歡迎你來住 這個房子不收房租 盡情樂助 好的 希望這一窩可以抓到很多的 多樣寡家椅啦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Go 走著走著 看到水溝裡面有一個 很大窩的多樣寡家椅槽喔 那我原本是想說要把試管 塞在這個水溝裡面 但是又想說 過兩天颱風會來 如果下大雨的話 這個水溝是不是會被沖走 我覺得被沖走的機率還蠻大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他們感受到 有水之後 會想要往上爬嘛 所以上面有一個水管的洞 那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水管的洞 很可能是他們遇到水災的時候 一個病難的地方 那我就放一個 簡單的15AM室管 塞的裡面一點 這樣子比較不會被太陽曬到 說不定他們就會想要住進去了 OK 那就簡單的把它塞進去就好 哎唷 裡面有東西 嚇死我了 裡面是什麼 應該是蜘蛛之類的吧 我用腳好了 裡面有個石頭 跳出來了 那是人 嚇死我了 哈哈 這樣子應該是OK 應該是不會被太陽曬到 希望他們會住進去 覺得裡面十度舒服 就住進去吧 那我們 就前往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椅巢了 竹節椅巢 OK 好,GOGO 最後一個竹節巢 我剛剛是在這個路上面 看到有一排的多樣拐下行軍 看起來是相當的帥 然後在這個樹的正下方 有一團的土 這一團土 看起來裡面 也可能有住一些螞蟻 我剛好看到長角節蟻 多樣寡家蟻 還有一些針蟻 所以我覺得插在這邊 肯定是非常有機會的 尤其是我剛剛在後面有加了一些水 所以整個這樣插進去 然後讓它有點斜度這樣 應該是不錯吧 好,那我們現在先開挖 哇,很鬆軟喔 這樣 挖這樣 插進去 有一點斜度這樣 OK的 OK,這樣蓋起來 感覺不錯 這樣就算下雨也不怕 所以這一個感覺是 非常的完美 然後旁邊很多 那個多樣寡家的行軍 蓋起來 讓這個洞口再稍微小一點 這樣如果有螞蟻發現的話 應該會覺得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環境 好的 那我預計呢 會把這些螞蟻陷阱 擺放大概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的時間 這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我就不會出這支影片 所以你們不用來這邊尋找 OK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 究竟這十個椅巢 試管的椅巢 竹節椅巢 還有廢棄的 舊的椅巢 會不會抓到野外的螞蟻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影片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請持續鎖定 Ans Formosa 台灣蟻哭 我是奈普根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喔貓給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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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半 欸 不給面子耶 喔貓給你半 來 起來 給你半 欸 欸 好帥喔 嗯